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一樣拿出這兩個爐子 就是蝦皮買的柴火爐 那我更正這是柴火爐 謝謝上一次影片出來之後 有些朋友給我的建議 那我這次修正 那這是柴火爐 那再來就是迪卡農 新的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柴火爐大家看得到 那就上一次的影片之後 大家給我非常多的 建議跟指教 那在這次的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我必須要說一下 就是說我做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其實就是一個一般使用者的心得 使用的心得 那我沒有打算 因為我不是很專業的什麼評論家 所以就我們一般人 我們買到這個東西 我們用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的方向大概是朝這個部分去做分享 跟大家先說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看到很專業的一個評論 可能在我的影片裡沒有辦法看到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那真的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這邊你就可以把影片給關掉了 OK 好 那如果現在你還沒有把影片關掉 那沒關係 那很開心 那我們來繼續來分享 使用的一個狀況 好的 大家先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講外型 那它收納起來的時候 迪卡龍這個袋子 其實它因為它這個爐子是不能摺疊 不能收的啦 那 有些朋友問說 這個登山不適合 真的真的不適合 因為它真的是比較大一點外型 那 蝦皮的這個柴火爐呢 它收起來其實真的是滿小一包的 滿方便 所以你攜帶到外面去使用的 那如果真的是 呃 它的優點啊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 登山露營 然後 所以說取得燃料 它又好帶 那這個 其實也滿不錯的 它這個用途上真的滿不錯 那迪卡龍這個 我會覺得它比較 適合就是我們一般露營用的 好 那我這邊底下準備了 今天準備了比較多的那個素枝啦 乾酥脂 那 很多朋友告訴我說 有時候有煙出來 是因為那個木材啊 太濕 這個 OK 沒有問題 其實這我知道啦 只是說因為我們在戶外 能夠撿到什麼的用什麼 沒辦法挑剔 好嗎 只能這樣子用 當然有可能也遇到很乾的木材 也可能有很濕的木材 那 大概撿到什麼就什麼 就這樣用了 好 那我就先來設置 好 那在設四塊完成之前 那我先給大家 因為今天我在白天拍比較亮 不知道看得到裡面嗎 喔 不知道看得清楚嗎 那它本身的這個爐子的一個 裡面燃燒的空間 其實跟這個蝦皮買的這個 一樣是柴火爐 其實我覺得它空間差不多 那蝦皮買柴火爐 它在內側這邊 有做那個空氣循環的一個 孔徑啊 從 這邊 側邊 好 從下面這邊會有冷空氣進入 因為燃燒會有熱氣往上升 冷空氣又從這邊進入 從旁邊這邊 這樣串出來 好 所以說它其實本身 它也是有做那種 氣流循環的一個設計 那迪卡農這一個呢 其實這樣看 看不太清楚 就是說它在內圈這邊 其實它本身也是很多 做排氣 氣體循環的孔 在這一圈裡面 可是看不太清楚 那它底部呢 其實 它底部也是從側邊 側邊冷空氣 從這個地方去進入 所以它本身 其實他們都有做 循環的一個設計 不會說就是一個 悶在裡面燒的爐子 其實也不是 好喔 那 呃 等一下我來點 坦白說 我點火蠻笨的啦 不過我慢慢來點看看 對 慢慢來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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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ll up, up to say I'm in town I get an ocean, that we both walk the same ground Been traveling all over, searching far and away For a sign to lead me straight We walk together, down the streets of our home It's been forever, a long time that I've been gone OK,今天我們都點起來 其實就是點的還蠻順利的 OK,大家看今天風有點大 火其實燒的還蠻旺的 大家看一下,現在兩個爐子燒起來 本身的火焰就是這樣子 我把相機調整一下,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好,那其實燒起來呢,就是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啊,現在風有點大 那個蝦皮的柴火爐好像有點在慌 那我今天的地面不是很平啊,說真的 所以,不過應該也不至於到會倒的情況啦 大家看一下 火其實都蠻大的 那不過,這兩款的設計上 像我自己個人的使用上面啊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件 以迪卡農這一個來說 它本身,它在外包裝上特別的圖片 去說明說,它這個開口呢 是可以做填燃料的動作 那蝦皮這一款呢,填燃料的話 如果今天我在上面煮東西的話 會有一點小小的困擾 就是它這個孔只剩這樣子 去填料,只有這樣子可以去填而已 它的空間只有只剩這樣子可以填 大概是這樣子 的空間而已 那,迪卡農這款比較方便 是可以從鑽邊去填料 然後把它往內推 我覺得這是比較方便一點點的地方啦 那蝦皮這款真的只能這樣丟 那我們把它蓋起來 確實喔,把它打開來好像火 好像會大一點 空氣好像流通更順暢喔 因為進的氣更多喔 那這次蝦皮的柴火爐 那我把相機 會有點晃動 我把它拿下來 把相機拿下來 從腳架上拿下來 我們靜拍一下 它裡面氣體的一個狀況 畫面有點晃 大家忍耐一下 那大家看到了嗎 這個就是蝦皮的柴火爐 它現在燃燒的一個狀況 它火焰怎麼上來 的一個狀況 我們再看能不能再近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迪卡農的柴火爐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嗎 它本身氣的一個狀況 它是從它上面那裡面有一圈 好像有火焰這樣冒上來 那這個蝦皮的這一款 好像目前啦 目前我的看到 不知道大家畫面看得清楚嗎 現在看到的火 是從底下燃燒的一個 柴火直接上來的 這是柴火爐 那如果以真的木煤器 那個之前講的木煤器的理論 我不是很專業沒關係 那如果有更專業的朋友 歡迎在下面補充 它是確實有旁邊從 旁邊那個氣孔 有火焰噴上來 有那種二次燃燒的感覺 就跟它本身官網上說明了 有二次燃燒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 不過今天風真的好大 那這個是蝦皮的柴火爐 蝦皮的柴火爐 現在火爐比較小 大家看一下 它的火呢 是從底部的柴火 直接燒上來的 那迪卡農這個 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一圈 真的有那個木煤器 蒸發出來的一個狀況 OK 蝦皮的柴火爐火熄掉了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說的 我的操作的方式不正確 不過這次火真的是比上一次大 但是那個木煤器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有操作還是有問題啦 沒有還是沒有看到 那迪卡農這個大家看到 那一圈 從側邊上來的空氣 到了上面 然後跟木煤器做一個燃燒 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不過大家就直接自己看這個現象好了 可能我不會解釋啦 但是現象是我們用眼鏡就看得到的 上面就是一圈的火焰 OK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那還是跟大家說聲抱歉齁 那我的方向真的不是什麼專業的評論家 我真的就是以一個我使用的心得 跟實際它燒起來的狀況 點燃的狀況跟大家做分享 我的目的只有這邊 就這麼簡單 那真的如果想要看很專業的評論 真的很抱歉 我這邊可能沒辦法讓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好 那沒關係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那也謝謝大家 如果真的還有其他的問題 可以再提沒有問題 沒有關係 我看 我還能做 東西還在我手上啦 我還可以做測試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可以繼續做測試給大家 那我下一次的目標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現在用 迪卡農這個爐子啊 如果我直接用木 木材去燒 火焰其實真的有點高 那我有在考慮說 如果我下次放原子攤進去 原子攤進去的話 火焰一樣會這麼高嗎 還是它只是會是一個 發熱的爐子 並沒有很大的火焰往上 那這樣子在取暖上面 好像是不是更安全 但是這部分 是我下一次想要測試的內容 謝謝大家 那如果大家對它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要不要緊 如果大家在想做什麼 放鬆 沒有錢 這是一個